亲密的跟大人抱抱 这个戴帽子的小男孩就是两岁的迪欧 他和阿公的这个人 跟他其实没有血缘关系 丽娜受朋友之托 来几天那种没关系啊 可是不知道一托托就托托托两年 洪先生请来照顾高龄99岁母亲的外籍移工 丽娜跟迪欧的妈妈英德利是好朋友 两年前英德利在北荣生产 两周后就把小朋友托给丽娜照顾 就此失联 丽娜自己有小孩肚子里还怀一个 加上本来的工作就需要照顾老奶奶 还有家务真的是分身乏术 而雇主洪先生也退休 经济上有困难 才积极寻求协助 身体情况不太好 所以她已经退休了 没有办法再开计程车 等于家里已经没有经济的来源 她没有办法再照顾她自己的母亲 自己家庭之外 没有办法再照顾这个迪欧 前一天刚满两岁的迪欧 接下来会被送到南港关爱之子家园 如果生母六个月内没有出面 就会协助她规划台湾籍 并协助出养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回去她妈妈身边才是正确的路 透过这个媒体这边 赶快让这个妈妈能够看到 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然后赶快来把小孩子带走 洪先生帮忙照顾迪欧两年 拔屎把尿也有了情感 但实在没办法一直帮忙养孩子 希望迪欧能有户籍 和一个永久的家健康长大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获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